兩個人溝通出現了一個問題 現在這次打的反而比較有氣體 對 而且你看現在今天 對藍鋒的攻擊的意味 只要有空檔 就不要有最後的第一個想法 就直接出手 而且剛剛戴維斯的防守 是成退的防守 對 來 陳信安 乖的環境三分十 前面十打一的機會 四面自己上來 哇 前面有個機會 那灌難的是戴維斯 對 但前面試試看到陳信安 好像是封網的動作把他封下來 沒錯 我想這一波的在整個攻防掌握的速度非常快 台幣在整個四個人去攻擊一個對藍鋒之後 並沒有達到最好的一個效果 沒人再度的起飛 讓我們看到陳信安漂亮的火鉱公主 一開始把握將已經提醒了 守正這個點是可以打的 對 對 信安 從距離跳投 算來一下刷波刷進去了 再檔可以看整個台幣隊友打起來非常的活潑 畢竟合作的一個球技 對 打法都非常熟識 沒錯 陳信安撞倒小六之後呢 打完得分 陳信安 也從距離跳投 陳信安的得分現在已經來到11分了 對 我們切入 哇 這球夠水準 夠水準 他是跳在二樓 把球給放進到一樓 因為今天的信安打起來已經完全把他在場上的感覺 完全打開了 哇 這一球 已經看出來他的一個身手 已經打到這個教練的要求之外 那當然他還有很好的雙眼界投射能力 就必須好好把握每次的出手 陳信安已經投進了本場第二個三分球 是台皮的團隊第五 哇 這好像在太空漫步的感覺 對 因為台皮已經進入了恰罰狀態 所以讓信安有兩發的機會 在之前 陳信安呢 還沒有站到罰球線的機會 今天首度站到罰球線上 第一罰就投進 還有第二罰的機會 哇 今天信安要來到20分應該沒有問題 嗯 非常簡單 小菜一疊 老闆 小菜一疊 再加一瓶高粱 結局到14分 信安 在第一次罰球投進 個人分數也來到18分 來第二罰的機會 信安在最後剩下兩分鐘時間 他一定要挺身而出才行 對 好 兩八都進 Jones 要注意他的傳球 球交出來 哦 也沒有犯規信安成功的火鍋 但混合的犯規那就有點傷了 沒錯 因為前面喔 前面的這個防守已經走得非常的到位了 而且信安這個鍋子打完以後 整個時間就剩下六七秒的時間 那再犯了一個規劃 當然鄭仁惟就要送到罰球線了 那這時候也要考驗鄭仁惟在場上的一個抗壓 對啊 嘿嘿 你如果兩個球都進的話 這不是變成四分啊 看這球 No looking pass 應該是跟黑人曾經中學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就是多